西部退化性關節炎 我是竹北新人醫院外科副院長 也是骨科組織醫師林偉晶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介紹西部退化性關節炎 及五時間的一些治療 以及新的趨勢 那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也能夠讓一些比較老年化的病人 能夠得到很好的一個治療 在治療方面 一開始我們都是以消炎性的藥物 來治療這些疼痛 那在中末期的時候 那我們建議病人要加以復健 電療 熱療 那現在最新的趨勢 那就是以玻尿酸來注射這個退化性吸關節 那除非是已經到了末期的病人 我們才會建議開刀 那中間的話我們需要請病人 除了吃這個退化性的這個消炎藥以外 另外最新廣告一些有關於 葡萄糖胺也就所謂的微骨粒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治療 那在玻尿酸治療方面 是現今治療這個吸退化性關節 一個很好的新的趨勢 它可以減緩病人的疼痛 腫脹 增加病人膝蓋的潤滑度 以及活動度 那可以得到一個非開刀治療 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也是現今最好的一個趨勢 自患素為主 那一般在現在手術後的病人 對於術後的一個活動度 以及肌力的恢復行走各方面 都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但這終究是一個最後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還是希望退化性吸關節的病人 能夠以預防代替治療 那在早期的初期 如果能夠以藥物 復健 或是甚至玻尿酸來治療 微骨粒的治療 那這樣的話 可能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 預防以及治療的效果